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来到地球黄金线 也带来了他们现阶段在用的车 那因为双喜临门嘛 宝宝即将要报到了 对吧 所以很想知道 你们现在对于车的需求 是不是真的不太一样 不一样 因为其实像我刚认识他的时候 他就是会有两台车 一台就是四人坐的那种 五人坐的房车 然后另外一台一定会是跑车 对 然后我想男生嘛喜欢帅 所以我觉得跑车好像 他自己喜欢的话 所以我也不会多说什么 但是我觉得现在有了宝宝 他居然会想说为了宝宝 所以要换大一点的车 我觉得还蛮感动的 这件事情超级加分对不对 我觉得很加分 不是因为你要求他 对 不是因为我 是因为他自己觉得 应该要换大台一点的车 然后因为其实像 现在因为我现在是有身孕 然后肚子越来越大 像前一阵子我才有跟他抱怨 说我坐那个跑车 然后上下 开门上下的时候 我觉得哇 很困难耶 就是你要这样扶着 才有办法起来 因为太低了 对 所以就不要再买跑车 因为赵医师 因为赵医师自己没有啤酒度 对不对 对啊 他没有办法体会 如果你肚子大大的 没错 你要在那边上下的时候 有多吃力 对不对 那赵医师 刚刚太太有先称赞 谢谢 觉得你凡事有 要超前部署是很好的 对啊 但你自己一直以来的 用车习惯 就是还是 一开始先想到要帅 对不对 对 其实因为从小就有一个 赛车的灵魂在我的体内 对对 你旁边有赛车手 立刻就点点头表示肯定 对啊 因为像我其实 之前开跑车的时候 我也常常会跟朋友 一起约去下赛道 对然后也会去上一些赛道的课程 所以其实我对开车 一直都是很有兴趣 对 然后我们讲到这里就很好奇了 那赵医师平常是喜欢哪些车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你过去 曾经拥有过的车 对对对 他很会换车耶 我认识他的时候 他都一直换车 对因为 其实我人生当中的第一台 买的跑车 是BMW Z4 因为我从小就是看那种国外电影 就是国外的那些男主角不是很帅气吗 然后从一个 你看你就不是啊 你不要叫人家 他最帅阿姨好吗 就从一个长篷跑车上面走下来 我觉得那种感觉 我非常向往 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毕业工作 一两年之后赚到钱 然后我就想说 好我要先买一台跑车来开 对所以第一台就是BMW Z4 对那我之所以会选择这台 是因为它是硬顶敞篷 那像 譬如说宝石杰有出这个Boxster 它是软顶敞篷 所以我是比较喜欢硬顶 但你后来是不是也拥有过 后来也拥有 因为拥有过硬顶 就会想说 那软顶好像 其实看很多朋友开也不错嘛 因为他们会有各种不同的颜色 我那时候就买过一台白色的Boxster 然后上面配红色的 那个软顶 就是一个小红帽的感觉 对对 所以我从一路从这个BMW Z4 然后Boxster 然后Kamen 就Kamen S Kamen GTS我都开过 对然后后来又换了Porsche的 最经典的911 对 然后911换完之后呢 当时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改变 因为那个时候我 我父亲就是生病住院 然后我常常会需要 开车在我妈妈往返医院 对所以我后来就换了 Masorati的一个房车 就是Ghibli 比较入门款 对对对 然后后面 就是Ghibli开完之后又觉得说 其实我后来还是觉得两台车的配置是最完美 对因为你自己可以享受 你也可以顾到别人 对对没错 因为Fund Car就是Fund Car 它没有办法取代这个房车的功能 对我要把两台车变成一台 其实不太可能 对所以后来就买了Makane 然后买了Makane同时又买了 麦拉伦的570S 对所以 然后就一直维持到前阵子之后 因为我们有就是有了宝宝嘛 然后Makane的后座空间 我觉得真的不太足够 再加上在我妈妈的时候 其实很明显感觉 然后她下车其实后座 那个腿部空间 上下其实蛮不方便 所以后来就买了现在这一台 Kaiyan Coupe 但她坏了这一台的时候 其实我没有发现 我看不太懂 她说不是长得一样 因为你想说 一样是宝石节 对啊 长得一样啊 结果后面才发现 好像空间真的有比较大一点 原来是长大的宝石节呢 放大版一点 好那既然这样来 因为这台车 其实好像才刚好没多久 对刚好没多久 来两位我们一起聊一聊 交了这一台车 我觉得Apple的喜悦 是很明显感觉得到的 对 你要先小受到对不对 我一开始有想说 怎么换车居然没跟我讲 就是我会觉得 怎么怪怪的 好像有变大一点 然后她其实是换了才跟我讲 然后就说 这种事情都不用先跟老婆讨论的 结果后面看完她的车以后 发现好像为了小朋友的话 因为我先生也这样 我很理解男人们 买车先长后座好像是日常 对 但你听她为什么换完以后 好像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可能以后有宝宝会需要更大的空间 对 因为你知道如果我出发点是为了太太 为了小孩一切都很明正延伸 谢谢 对 我们就把它当成一个美丽的惊喜就好 是的 但听说你在拥有马康的那个时候 你的首选其实就已经是凯燕是吗 对 当时其实我那两台车的配置就是 一台是休旅车 一台是麦拉伦570S 其实我当时就想买凯燕Cube 但是因为我们之前就是那个房子还没盖好之前 我们租房子的那个地方 车道比较窄 车道非常的窄 它车道的宽度刚好就两米 对 那因为 凯燕很宽 凯燕Cube是1986左右 1985左右 所以它其实左右可能各7.5公分的空间太轻了 对 我看过很多的邻居就是刮到 所以我后来就选择了Makane 因为Makane就是周围的宽度就比较足够 其实我觉得这样听大家有没有觉得 赵医师在用车的时候 他其实很有 他虽然也有自己想要的那种跑车式的浪漫 但是他又有很务实的那一面 因为怕刮到 对 就是会想说 我不要太不切实际 因为实际还是很重要 对啊 对啊 那怎么刚好可以有这台 因为好像就是 他有一阵子到疫情期间都很夸张 凯燕Cube抢手道都要加价 你还不一定买到车 这台车刚好就是前几个月前 就是我有一个很浪漫不切实际的朋友 因为他就是 那就是好朋友 好朋友 对 因为他订了新款的小改款的凯燕 是 对 所以他这台基本上 他其实就是拿来代步大概半年 然后他就是 他是一个过渡 他是一个过渡时期 他的用车 对 所以他后来就有问我 我就非常心动啊 我就立刻跟他讲说好我要了 所以他就开很短的时间 里程可能也没有特别多 里程很少 对啊 他也跟我一样又浪漫又实际 他实际的一面就是 因为他知道这台车 他不会开很久 所以他选配非常少 因为他不要过奢侈税 对 他只有选了那个 后座的那个部分 就是四人改五人的那个空间 但这个不影响加价 这个是不加价的 对 然后还有90公升邮箱 加大邮箱 对 就这样 我记得好像是7500块 因为他真的你要加一万 你可能就破了 对不对 但我想他旁边的这个彩标 因为应该要选配的话 有可能就业务朋友送他了 有可能 或者是说他自己去找外场的 也有可能 但是就是你喜欢的样子 对 总而言之 他就是一个实际的人 他没有过奢侈税 而且他还很实际的交给了你这个 喜欢凯燕酷的朋友 对 对 对 一切感觉都很美好 好 那我们就来看看 超医师喜欢这台车的其他地方 其实像我觉得凯燕跟 马康最大的不同 就是他前 车头前面的这个灯的部分 其实我觉得就比较有设计感 因为像马康的我上一台是 2018白金版 然后他的前面的灯是圆灯 对 看起来就稍微比较老兴一点 对 我觉得像这样子的线条感 就会很明显 帅很多 真的 我都看不住差别 没关系 你从现在开始认识他也不迟 因为他应该要陪伴你们一段时间 对 我今天就来帮你好好介绍 好的 来 车医师继续 对 像这个前面车头的线条感 我就非常喜欢 然后他整个车头的看起来的霸气感 也会比较好 对 然后包括这个头灯的设计 我觉得都跟马康比起来 我觉得很明显比较现代 对 但也有一点很明显 就是我们从他的前脸的配置看得出来 他并没有选配驾驶补助系统 对 这件事情有对你造成一些些的干扰吗 对对我而言没有什么干扰 对啊 因为我对我的 那你爱开车 我爱开车 而且我对驾驶技术有自信 很好 你是不是喜欢自信的男人 但如果要我开的话 是不是需要加一下 没关系 我会在你旁边 请问一下这台车有可能交给他开吗 我喝醉的时候会 对对对 但通常我开的时候他酒也醒了 理解 我觉得就尽量不要让太太太辛苦 还要开车 对啊 对啊 对不对 对啊 好 来 来到车侧看一下 黑色的车色 还有包括了胎圈这些轮框的样式啊 对 也是你喜欢的样子吗 对 我非常喜欢 而且其实像我这个朋友 他在交车之前 他有做这个烤漆 是 对 让这个车体跟这个轮框边缘这个地方 它的颜色更结晶 对 所以基本上这个我也蛮喜欢的 对 但是我之后可能会去想要把这个轮框 就是烤成黑色 消光黑吗 对 你也觉得消光黑 我喜欢消光黑 那消光黑如果轮框变了 你车色会想改变吗 车色也会贴 应该会贴犀牛皮的消光黑 对 让它整体感会更好 是的 但是如果这个烤成黑色的话 我会想要把铝圈再大一点 要大一点 对 视觉感会更好 更霸气一点 你想要做的事情好像很多嘛 是吗 太太可以支持吗 反正我也不太懂 OK 没关系 那个都没有花很多钱 真的吗 因为你关注的就是这个嘛 对啊 不要再花很多钱了好吗 对 因为有宝宝要来了 对 太太总会晓得 我们会有很多其他支出 要留着奶粉钱 好 没问题 这个我会保留下来 那这台车交车之后 Apple你自己觉得空间感 是不是真的差异很大 有耶 其实我觉得空间感变蛮多的 前座就有感觉吗 对 前座有感觉 然后后座感觉也更大 我们要看后座 因为凯燕酷帅在哪里 帅在他这种跑车式的线条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下车 蛮帅的车身 对 对不对 大鞋背 可是大鞋背 他还是可以小受收队 空间还是非常 非常的足够 因为像我身高180 我之前 Markane我开的时候 其实我不太常坐后座 但因为我为了让我妈妈 有舒服的腿部空间 我有体验过 真的是很硬 因为我的膝盖会完全碰不到 所以我们如果是载他妈妈 因为我们还蛮常吃饭 他妈妈通常就是坐在 副驾驶座的后面 所以他妈妈要上来坐的时候 我就会把我的座椅往前推 对 让他有比较大的空间 因为体贴的媳妇就想到 我要让妈妈坐舒服 对 但换了这一台 好像就比较不需要移动 180公分的招医师 坐凯燕库的后座 对 你看我的膝盖 离这个前座的这个椅背上 其实大概还有超过 十几公分的空间 是 非常的足够 而且他这个椅背后面 其实还是可以做调整 对 就是譬如说我们后面的 有时段 对 置物的空间如果要搭一点 其实也可以再往前 而且你想到 是不是以后要放安全 宝宝的座椅 对 安全座椅 我完全考虑的就是这个 很棒很棒 加分 而且他还有这个 玻璃天窗全景的 我很喜欢那个玻璃天窗 对 因为像有的时候下雨天 我就会叫他把那个 那个沙 它上面有一层那个罩着的 那是什么东西 女生不太懂 就是车罩 对 车罩把它打开 然后就看那个玻璃天 就这样连打开 对 然后我看那个下雨 我觉得哇好疗愈 而且有时候听雨的声音 也真的蛮好听的 真的 真的很舒服 好 那又有后座的舒适度 然后又有行李空间 我觉得那就是一般家庭 最想要的一些关键条件 都具备了 但来到车尾 我觉得赵医师 刚刚眼睛一瞄 我就知道他喜欢什么 对 因为其实 尾翼对不对 对 虽然它是一台休旅车 但是它又有跑格 它的跑格就在于 我最喜欢它的尾翼的部分 因为在这个尾翼 就是我们基本上 时速超过100公里 它就会自动升起 那开在你后面的人 就会感受到这台车的 车主的一个热情 可以不要开这么快吗 跟帅度 因为高速公路上 你必须要开这么快 高速公路可以 你必须要开这么快 好 然后而且我还很喜欢 它的一个部分 是它后面的行李箱 空间非常大 对 你们现在的现阶段 已经开始会制放一些东西了吗 目前的话 只能在准备舔狗中 但是像它这个行李箱很大 因为我们要去看宝宝的推车 对啊 折叠之后可以比较好放 而且我们还有狗狗的东西也要放 对 当然我们家有三只狗狗 三只薄妹 我们家有三只狗两只猫 所以我们有时候出门 其实常常会大包小包 你要想啊 以后就是一个宝贝 两只猫三只狗 对 六六大顺 可以 后座一定要 这后面空间一定要勾到 而且我其实有 买来之后我有试过 它完全可以放下两个 30寸的行李箱 对 真的 绝对足够 所以其实像我们有时候常出国嘛 出国的时候 如果我们要开车 把车停在机场 其实这个放进去超方便 因为凯燕跟凯燕库部的差别 我相信行李空间 还是会有率率有一些差异 因为正规SUV 它会更好 但凯燕库部在这些精神性上 现在赵医师自己评估过 我已经很够用了 已经很足够了 对不对 还有一个小兽就来自于 坐上驾驶桌的那一刻 我们进座呢 重宝世界的马康 然后换成了凯燕库部 赵医师 其实操作界面对你来说 应该没有什么障碍要适应吧 其实真的是没有什么需要适应的部分 但是它有几个改变是我更喜欢的 因为像我上一台马康的那个中控台 它其实按键是比较多 很多实体按键 但是我其实喜欢像现在的这种触碰式的感觉 电容式触控 对 而且还有哒哒的回馈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是我个人非常喜欢 对 然后再包括它的方向盘上面的这个 即时套件的控制 对 然后因为我有时候下班啊 会觉得压力有点大 什么压力 就是工作的压力 哦 不是家庭的压力吧 不是不是 好 不是因为要回家看你的压力 绝对不是 就是我会想要 赵医师很懂生存 真的 对懂生存 会想要稍微小跑一下 那这个时候我们从这边旋钮 直接切换Sport模式 或是切换成Sport Plus 这个时候它的跑车感就出来了 跑车感就出来了 而且它的启动速度非常的快 然后 我觉得我自己开 McCain跟这个凯燕 Cube的感觉啦 其实我觉得在高速的时候 其实凯燕 Cube相对我觉得更稳定 对 而且Porsche它本来的这个操控感 其实就很好 因为像我之前开过其他的一些品牌 像我觉得保时捷的操控性 真的是无可取代 所以你还是很相信它的底盘调教这些 因为因为毕竟是开惯了跑车的人 你再选择一台SUV OK 车身加大了 车高变高了 然后这些我们讲的物理条件 它都比较不利于操控情况下 所以你依旧相信保时捷的 对啊 操控性啊 底盘的调教 真的是其他的品牌很难去跟上 OK 所以赵医师就觉得 我就是要这种跑车基因啦 虽然我很务实的选择了一台SUV 它也拥有了很好的空间感 对不对 然后Apple你有感觉到 老公的那种 你知道 有一些想法 其实就在他讲的 讲车的过程当中会觉得很帅 你会觉得 真的我就觉得其实他应该是 很期待上你们的节目 就感谢你们有邀请他 我们一起露营的时候 我从来没发现他话这么多 而且这么流畅 你会觉得其实 另一半在讲车 他是真正喜爱的时候 真的是骗不了人的 而且对我来说 是一个不同的世界 对 很棒 你以后可以跟他多聊聊车 你就会发现他很多 很棒的影响 但是他常常就是在车子上 他就会跟我讲 可能红灯起步 他就会跟我说什么 这个起步马力是多少多少 然后我都会跟他说 谁在乎 我不在乎 那你以后可能会开始在乎 对 因为这就是他的兴趣 我们接下来 你们还有很长的时间 跟这台车相处 就是老公希望你多发现他的优点 好不好 那讲到这里 我们来了解一下 马康当时要卖的时候 我们一直都觉得 马康一直以来是中古界的神车 那个价格应该很漂亮 但现在疫情结束了 整个中古车是好像也有蛮大的波动 2000 可不可以带我们了解一下 包括马康 包括了凯恩库布 现在行情又如何呢 OK 我们刚刚看那个赵医师 他说他有些地方想要升级 对不对 那我觉得这个升级总是要有预算嘛 那预算从哪里来 他听到他刚刚卖他那台车 他那台车是2017年的马康当 好像是premium package的 对不对 然后呢 他换成这个23年的凯恩库布 我坦白讲 卖车也要卖对十几点 那我觉得他的马康当时 确实是卖了一个蛮好的价格 因为我听说他当时新车是买了270万 一年的话成交是在180万左右 其实你这样算一下他的亏损 并没有很多 如果以他实际开这台车 开了6年左右 对 其实折旧算很漂亮 折旧算非常好 所以其实他的时间点 那主要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刚刚提到的 就是疫情的原因 所以导致这个车 当时其实不管是凯恩库布 或者是马康 其他的中古车架 都算是蛮硬顶的 也算是这个进口车里面 是豪华车里面的保值神车 所以这个时间点换得非常好 你看现在如果 我们回头来讲说 如果在2024年的现在 如果他这台2017年的Market 还要拿出来卖的话 就现在卖 现在卖 那可能这个价差应该会在 50万左右 30 50万左右 就跨一个年份就 40 50万左右 对 应该说现在大概的价格 在130 140 所以这个预算 你看旅券预算 突然就出现了 这样子改起来就算是蛮正大光明 2000你真的也是赵医师的好朋友 对对对 所以你们今天第一次见面 好朋友都要推坑了 就是要帮他推坑了一下 应该是说其实他换这个卖者 这个时间点其实算是蛮漂亮的时间点 那其实也是说 反映出应该24年这段时间 是反映出这两年没有下修的一个车价 那如果说以现在目前在中古车市场上的行情 那我们讲因为17年是旧型的莫批莫 那如果说这个2019年是就是所谓的改款后 后面是一贯是尾登的 他的中古车价可能会在160万左右 所以等于是说他卖的价格其实大概可以买到 所以他有卖在相对高点 对相对高点 但他的凯云库备有买在相对低点 他好像没有加价嘛 对不对 没有没有加价 对但等于其实就是买到一个蛮漂亮的价格 那当然现在来看 如果说你想 就是观众朋友想入手2024年 2023年的凯云库备 现在的行情大概也没有比这个当时 所谓要加价的状况 大概比新车的价格可能还可以下修个50万左右 大概还是有的 这样的价差还是有 所以这个卖车买车 timing很重要 对他这个时间点卖得很好 因为最近很多人来找我估车的时候 其实这个时间点来估 我都跟他们蛮不好意思的 他其实他这个找个半年甚至一年前 他的价格绝对会比现在好非常多 但因为现在中古车市场上 大家交车比较顺利 然后车子换车潮比较多 那其实这个价位上面来看 其实就会比较比较稍微会疲软一些些 对因为现在有可能有一点点功过于求 对对那如果说以14年比较投批的 这个Makane的话呢 其实如果我们以标配来看 不要选配不要太多 大概会在100出头万的表现 所以比之前都大概便宜了30万左右 应该是有的 那还有就是 我发现有一部分的男士们 就是他进入家庭之后 他知道车子空间真的太重要了 可是他就是喜欢操控 他就是比较喜欢房车 他就不会去考虑SUV的话 小兰你也有自己很心动的一个选项 对其实呢 因为去年才刚发表全新的5系列 那当时呢 原厂也有讲说 今年2024年呢 台湾会进i5的touring 是的 这个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 电动车是现在的浪潮 但是现在呢 电动车的这个在市场上的选项 除了像KIA的EV9 或者是这个保时捷的Taycan Cross Tourism以外呢 其实在其他的这种比较适合家庭用的大部分都是休旅车 可是像i5的话 它出touring就是 它是电动车 但是它是旅行车 那旅行车的好处就是 基本上它可以有这种休旅车的大空间 可是呢 因为它的重心比较低 然后它的整个操控的感觉 也会比较接近房车 那再加上 因为它又是BMW出品的 所以我觉得 基本上这一台车的操控 应该会是 在很多的这种 如果以跟休旅车来比的话 它应该会是一个很出色的选择 然后再来我们可以看到 像去年呢 其实原厂的这个i5啊 目前有两个规格 一个是单马达后驱的E-Drive40 M Sport 那另外一个是M60的这个X-Drive 那一个是单马达后驱 一个是双马达四驱 但是其实我觉得BMW他们家的电车 应该说电车的特色啦 本来就是 它开起来的这种加速性 都会很不错 那它这个单马达后驱的 我觉得就已经是一个 很好的选择 你看它的M340i Touring 如果是三系列的M340i Touring 价格就要到370几了 但是你现在买到的是 最新的五系列的旅行车 而且它等于是以前 七系列短轴的 对 短轴的这个大小 然后呢 以前M Sport的套件 都是要选配 你要加价 现在直接标配给你 然后它的这个续航里程 能用580几公里 然后动力的话 0到2百加速6秒 也不会到太慢 然后再来就是 其实如果你买这种 比较中大型的休旅车 有时候以前会很担心油耗 可是你用电车之后 反而在这个部分就会 相对来讲会落差比较大 然后而且现在新的这个五系列 我觉得他们 整个里面的这个 氛围也做得跟大旗很像 像它整个环绕光幕 水晶套件 然后所有该有的这一些 市区红温空调啊 全部都有 大荧幕等等的 然后再来我觉得有一点就是说 因为呢 它是新的这个车子 虽然说像赵医师很爱开车 没有错 可是如果你们驾驶出去玩 回程真的塞车 真的很累的时候 它这整套 Personal Co-pilot 这一套系统 非常好 非常好用 然后有自动停车 自动倒车 如果是Apple开的话 自动停车 我跟你说 自动停车 我跟你说 而且他们家自动停车 真的很棒 对 真的 因为我先生也是一个 以前我一开始在讲 就是这种价值辅助系统的时候 我先生都会以一个老司机的口吻 告诉我说 被开车的人没有在用这个的 他就是这样讲 但是呢 我昨天 就是周末去台中 他真的在高速公路上 他竟然就告诉我说 ACC现在确实有点用过回不去 对 喜欢了 真的 所以我觉得 你真的用了之后知道 或者你相信那套系统 他给你的回馈很好 你就会觉得 嗯 这个真的很加分 讲到这里 我就说 如果很喜欢开车 或者经常换车的朋友 你即使入手了一台新车 你可能脑袋里又开始浮现 我下一台 有没有其他梦想车呢 我们稍后续聊 场景有点改变咯 马上回来 地球王机线 从电视萤幕飙上官网了 全球第一手车事报道 年底 Toyota的全球 这个是速力量 我们现在自驾 就 满足你对车的所有想象 踩下油门 地球王机线 邀您一起上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